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紧急应变指挥学院简称ECA 4月4号举办了街牌启用典礼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 ECA可以说是国内首度创新运用3D灾害虚拟实境科技 同时引进了美国ADMS模拟系统 堪称是全国消防机关的创举 近年来火灾的案件数下降 灾害复杂度加剧 训练功能性不足 还有演习成本预算过高等等的需求性分析 要为消防人员来建立一套有效率 而且具有训练效果的训练模式 强化指挥官的状况判断危机处理能力 并且提高消防人员救灾团队的合作效能 ECA是运用电脑的3D技术 可以提供消防人员安全 还有模拟情境学习各种类型灾害的应变程序 侯友宜市长表示消防工作充满危险 灾害现场讯息万变难以预测 尤其是指挥官肩负了重大责任 判断的决策往往决定现场抢救成功与否 透过ECA将会培养指挥官的能力 还有团队合作的默契 传承和累积救灾经验和火场战术 保障民众和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 感谢您的观看